嗨,大家好,我是Patrick 那今年呢,香港跟内地恢复了通关 所以说慢慢地来香港 不管是旅游啊,探亲啊,商务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随之而来的网上有一种声音 有一个话题就吵得很热 就是香港到底有没有歧视啊 那我作为一个在内地来香港的 在香港生活了超过三年的人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多多少少有一点发言权吧 那关于香港有没有歧视这个话题呢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 这个答案就是有,肯定是有 那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答案之后 就很满意地关掉视频就离开了 那其实这个话题呢,有没有歧视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个问题肯定是有的 就好比你问一个地方有没有坏人 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坏人呢 那这个世界上又哪里没有歧视呢 其实歧视每个地方都有啊 不管是在内地也好,香港也好 在国外也好,都一样的 你说在北京上海没有歧视嘛 那我曾经也在上海居住生活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其实上海人有一个称呼外地人的说法 就是说是外乡人嘛 所以说我刚开始听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点刺耳 那后来听习惯了,其实觉得这个讲法呢 其实也是一种没有恶意的 或者是没有太大恶意的吧 一个约定俗成的讲法而已 那我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我相信讲到这里,大家其实已经会心一笑了 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出来在广东 在上海,出来闯荡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相信有从河南啊 或者其他一些容易被大家开玩笑省份出来的朋友 一定会有类似的感觉啊 那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会受到别人类似于这种歧视啊 嘲笑啊 这样的一种 也可能不是恶意 也可能是一句玩笑啊 或者是有人就是充满了恶意的对你的一些误解啊 甚至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 对你划分标签的一种概观定论的这种都有 那所以我讲这么多就是想说 其实歧视这个事情不是单单的一个地方的 那你说香港有没有一部分人 他对非香港人 特别是从大陆来的人有一定歧视呢 我相信肯定是会有的 肯定是会有这样一部分人存在的 但是以我这几年在香港的观察来讲 我觉得这部分人绝对是极少数的 我们说完了有没有歧视这个话题 我们再讨论一下 我现在网上聊的比较热的几个关于歧视的点啊 首先是现金支付的问题啊 其实你说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因为我没有拿港币 然后我用人民币别人不接受 或者是别人一比一的要跟我兑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他有他单独的一个货币系统就是港币 那你来到一个有他单独的货币系统的地方 你花他当地的货币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问题啊 因为香港大多数的啊 我说现在大多数的场合是可以刷信用卡和巴达通的 那有一些场合呢 是只能支付现金 那这个支付现金也不是说只针对于说 因为你是内地人 所以我就要收你的现金 不是的 它是一种某一种情况下的一种消费模式 那比如说茶餐厅啊 比如说是街市啊 比如说是一些大排档啊 他们真的就只收现金出于他们自己的营业模式啊 或者是避税啊 或者是等等其他一方面的考虑啊 他们是只收现金的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他愿意港币和人民币一比一 或者是用一个可能稍微高于市面上兑换比例的这个比例来跟你兑换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一个接受港币的地方 如果他能给你提供额外的货币的便利 我觉得其实已经对大家是行一种方便 你不能要求他在他的店里 必须按照官方的牌价去兑换 首先他没有这个义务 第二其实你没有想过 如果假设你把角色调换过来 如果你是店家 然后不断的有人用 不是在市场上官方流通的一种货币去消费的话 你其实会比较麻烦的去准备很多的 比如说是本币的零钱啊 比如说是要自己拿一些其他的币种去银行兑换为原来的港币啊 这样其实是增加了自己的不少的麻烦 我觉得一个消费港币的场合 那如果他也提供了额外的币种的选择的话 其实他是对于消费来讲是行了方便的 所以说我觉得哪怕汇率是高于现在市场上的牌价的 也算是对店家的一种额外的麻烦和劳动的补偿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其实也算是合理的 那第二个就是关于茶餐厅的阿姨服务态度不好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茶餐厅就是一个大家快速的进去 可能要四个人拼一张桌很挤的很快的吃快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并不是一个环境优雅的有很好的这个服务生来服务的 让你慢慢的享受午餐晚餐跟别人谈业务啊聚会啊聚餐的一个地方 它只是一个吃快餐的地方 那在茶餐厅里面这些阿姨的行为习惯都是希望你快速的坐下 快速的想好自己要吃的什么快速的点赞快速的给你拿过来 因为这些价格相对没有那么高的茶餐厅他们的运营要想赚钱 他们就需要靠高周转率高翻台率去赚钱 而且茶餐厅阿姨他们的服务态度不是对大陆人不好 或者对某说普通话的人不好 而是他们的服务态度不好是一视同仁的 因为他们很忙他们收入也没有很高 所以说他们会有一种可能没有那么有耐心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是香港普遍存在的现象 并没有针对单独的个体 那第三个其实就是关于语言的问题 那很多人会说我说普通话在香港会不会被歧视 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先刨除一小部分 听到说普通话的人就立刻贴了标签 就歧视你的那些人除外 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因为我最开始已经讲了 这些人是在哪里都会存在的 他不会因为你说普通话 他也会其他的原因会歧视你 这个我们就不聊了 我们说那些大多数存在的情况 就是可能你说了普通话 你发现可能别人对你的态度没有很好 或者是反应相对比较慢 或者是他没有理解你说话的意思 我觉得是这样的 首先部分的香港本地人 他们可能是不太听得懂普通话的 这个情况不是单纯的在香港出现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粤语区都会有这种情况 我记得大概是十年前 我去广州出差的时候 有一次中午在一个饭店里面 我们要给我们的客户临时录演 然后临时就要用电脑去接电视去投影我们的PPT 然后就来了一个广东的大爷 然后一个技术维修人员 然后我就发现我跟他说普通话 他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毫不夸张地说他一个字都听不懂 依我当时短浅的见识 我当时是不了解这个情况为什么发生了 我以为普通话是没有中国人会听不懂的 但其实我发现并不是这样 有一些真的非常local非常本地 可能从小到大到老都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 他们可能真的只懂自己的方言 这个是会出现的 特别是越往南走的地区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部分出现 第二个情况就是 可能我们自己内心也不要有太多的假设跟预设 我说一个最近的例子 我最近大概两周之前 我去了一家湾仔的越南 一个越南小餐馆吃饭 我觉得那个餐馆 我去了大概两三次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那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跟那个老板娘说的是 我很不标准的粤语点单 然后基本上点的东西都是对的 然后也很顺利 也没有问题 第二次去的话 我就下意识地去跟他讲了普通话 说我要点哪个哪个哪个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那个老板娘有点抗拒跟我说普通话 然后就强行地跟我说粤语 然后跟我说英语 当时我还在想 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说普通话 他不太想招待我 我脑子里其实是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了 这个念头其实 你下意识地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是不是他觉得我是讲普通话的 所以说他不想跟我沟通 然后那次也出现了点单点错的情况 其实我还感觉不是很好 两周之前呢 我其实又去吃了一次 我就又跟他说了普通话 然后我发现他在跟我说粤语 因为我怕沟通不唱点单点错 所以我们就切换成了用英语沟通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他的英语是有很浓重的口音的 然后这个口音你一听就不是就是香港本地人他们说英语的那种口音 而是一种可能你听起来像东南亚人说话的口音 我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这个老板娘她大概率她是越南人 她可能是学了一些粤语 一些点单的粤语 然后她可能会一些英语 她来经营这个营生 那我之前两年前啊 我在红堪那边住的时候啊 那边有一家很好吃的泰国菜的外卖 有想详细了解这家外卖地址的朋友 可以给我发私信或者是给我留言 我可以把地址告诉你 这家泰国外卖的很好吃 但是他们的老板也是泰国人 他就会说粤语以及说英语 你跟他讲普通话 他真的是不懂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普通话跟粤语几乎是两种语言 所以说这个话题说回来 这个也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认为别人是不是会因为我说普通话 而不愿意跟我做生意 不愿意卖给我吃的东西 其实这就是一种条件的预设 你假定别人是会歧视你 所以他后续的一些任何的行为 可能你都会带入到你那个假设当中去 而导致你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那关于普通话呢 其实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 如果大家在沟通的时候 不要那么着急 大家如果可以多用一些 比如说请谢谢这些词 我其实相信会减少90%的沟通的不愉快 这是我跟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那说到了其实网上讨论的一些歧视 在下面可能我又要得罪一些朋友了 因为我可能会讲一些我看到的 包括我可能自己也会 有的时候会有的一些 那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地方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好的行为 首先是因为很多朋友来香港的时候 你的路不是很熟 甚至有的大家的网络可能用谷歌地图都有点困难 所以说当你找一些地方的时候 可能你会发现你迷路了 或者是你不知道往哪边走的情况 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 他们下意识的行为就是 突然间就停下 然后掏出手机来看地图 首先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的路比较窄 所以说大家可以并排走的空间 其实都不是很多 第二是因为香港的节奏比较快 所以大家走路也都比较的快 所以说如果有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的时候 其实后面的人很容易就撞上你了 那对于行人来讲 可能这个行为对他们来讲就会造成一定的困扰 所以你要停下来去问路 比如说你的包里要拿东西 或者是你要系鞋带 大家可以先站到路的边上去做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别人也不容易撞到你 你也不容易影响到别人 还有一个行为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 就是排队 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在餐厅商场 特别是在一些交通工具 比如说是地铁排队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还是按照队伍的标识去排队 或者是按照一个数列去排队 这样的话其实效率会比较高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比如说地铁的门开了 出的人还没有出去 其实你如果站在门口的话 第一你也进不来 第二是出的人也出不去 这样的话导致你想进入地铁可能会更慢 那其实如果大家都先出后进 保持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 其实我觉得整体的效率都会提高 大家的这种不快的感觉也会减少 第三个就是说话的声音跟嗓门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在香港的饭店也好 商场也好 任何的公共场合 其实大家说话声音都是很小的 这个其实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讲话 对方声音很小的时候 我有时候其实也挺难去听清的 但是这个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规则 大家说话声音都很小 所以说当你的调门 你的声音是比较高的话 其实第一可能会影响到别人讲话的这种氛围 第二是在别人的观感上 这个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我觉得在声调上 其实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我讲这些观点来骂我 我觉得这个事情无所谓 那我就这么想 我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看到这些行为 我也会想在这里讲出来 这就到了下一个话题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遵从香港本地的一些行为习惯 还是说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行为习惯 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入乡随俗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 都是对一个社会规则 对一个大家默认的规则的一个尊重 那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行为规范的一个尊重 那这个话题也不仅仅适用于在香港 其实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这个都是适用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话题就会引出 有些人会问说 那是不是香港本地人就是更有素质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 其实与其说是香港本地人更有素质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社会的行为规范 一种约定俗成来导致的道德约束 那这个道德约束呢 来去规范大家都会按照这样的规则去行事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 所有人都按这个规则去做事情 那话题就到了最后 我们如果在香港旅游也好 我们在这生活也好 我们在这发展也好 在这上学也好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避免掉或者是远离掉 大家所说的所谓的歧视问题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遵守这个社会 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规范 比如说你去街市买菜 他们只收现金 那你拿现金去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你不能说你这个店30年都是收现金的 你今天我来了 你就必须要吃我的支出宝 大家去适应别人比别人适应你 是更简单的 第二是如果你遇到那些绝对性质歧视你的 或者是对你不礼貌的 甚至对你做出一些危险行为的人 那对于这些人而言 首先你能做到就是尽可能的去远离这些人 如果他们对你造成了一些实质性的伤害的话 你就去寻求法律的保护 去报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那第三个就是做好自己 那回到开篇 我讲过 其实因为我是河南人 所以说我刚去深圳发展的 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 我刚去深圳发展的时候 刚开始我有些同事 当然也会善意的跟我调侃说 你是河南人 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行为之类的 也会开这样的玩笑 但是可能大家共事了半年一年之后 突然有一天我们那个同事 我记得我们一个行政 一个大姐 跟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 他跟我说 他说Patrick 你和另外一个同事 他说你们两个改变了 我对河南人的印象 当时我的心情是有点复杂的 首先我觉得我们河南人的印象 大家有那么差吗 第二是 那你做好了自己 你改变了别人对你 或者是你 他认为你是属于某一个群体的 极定的印象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 那如果大家都是之前被贴了标签 成为某一类人 或者怎么样的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改变 别人对你的印象的话 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歧视也好 这种所谓的不公平待遇也好 应该都会烟消云散了 好 那这期跟大家唠唠唠唠的聊了不少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人 想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当然了 也有可能会很招骂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期视频对我来讲 还是很有意义的 那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希望大家积极的评论 点赞和转发 同样希望大家关注我同名的 微信公众号 派翠克同学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